大家好,我是文睿 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把我给乐得够呛 什么消息呢? 就是说北京中共一直宣称 说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对吧? 如何如何 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等等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好吧 那你北京既然这么说了 你中共既然这么讲了 然后今天就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它是一个排行 什么排行呢? 是2022年全国20强城市人均 GDP的排行 对吧 那你既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排的时候 你肯定要把台湾的一些城市 什么台北啊 什么高雄啊 这些城市排进去了 对不对 那人家就真的有人出来排了 我不知道这些人 他们是什么想法 可能是 我猜可能是不是就想让习近平难堪 整体它这个排行 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排行第一名 第一名 台北市 台北市 它这个人均GDP大概是35万 人民币左右 就这样的一个规模 35万人民币 台北 第一名 你说你这让习近平脸往哪放 习近平情何一看 这还不算完 第二名是香港 香港是32万人民币左右 然后第三名是俄尔多斯 这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25万左右 然后第四名 新竹 新竹市 又是台湾 然后第五名是克拉玛伊 像俄尔多斯和克拉玛伊 都是有能源 俄尔多斯有煤炭 然后克拉玛伊有石油 而且克拉玛伊人口也比较少 所以说它就排在前面 它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然后第六位是澳门 然后往下大家听好了 七八九十分别是桃园 台中 新北 嘉义 都是台湾的城市 整体上就是说 前十位 有六个城市是来自于台湾 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 对吧 你北京不说了吗 对不对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就排 对对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情况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刚才我们提到了 俄尔多斯和克拉玛伊 它主要就是说 以能源为主 其实它的情况比较特殊 如果把这两个城市排除出去 然后重新排前十位 我给大家念一下 大家听一听 台北 香港 新竹 澳门 桃园 台中 新北 嘉义 基隆 高雄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前十名 就状况是什么呢 基本就是除了香港和澳门 那么其他的前八个城市 全都来自于台湾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很现实的结果 是不是很搞笑 对不对 你这个 然后呢 后面才是谁呢 无锡 北京 苏州 深圳 榆 海西州 然后是南京 上海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上海 它整个的这个人均GDP 大概在18万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台湾的 这个台北的一半吧 台北是它的两倍左右 这样的一个规模 大家看到了吧 就这样的消息 就是觉得我 全是我觉得特别的 有讽刺意味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消息 如果你北京有信息 习近平中共你有信心 你可以把它放到新闻联播 对不对 放到这个人民日报宣传 对吧 我们确定啊 台湾就是我们这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看看 把这个人均GDP给大家看一看 可能对这些小粉红啊 还有所谓的一些爱国群众 也有些这个教育意义 这样的这个排行吧 不仅仅是这个一次了 就是这两年也看过 其他的一些排行 比如说中国的企业的市值的这个排行 经常排出来了 第一位 第一名台积电 台积电他整个企业的这个市值 我看了大概三万亿左右吧 当然有些浮动了 他整体的市值是阿里巴巴的两倍左右 就这样的规模 你说看到这样的排行 中国人会怎么想啊 中国这么多人 对不对 搞了这么多企业 第一名还被这个台湾企业拿走 台湾就2300万人口嘛 是不是 除了这样的这个排行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2019年的数据 当时中国百强出口企业 百强出口企业的这个排行 前十名呢 台湾占了六个 然后呢 前一百 一百强的话呢 台湾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左右这样的一规模 就台湾 就小小的这个 很小台湾岛 它就能达到这样的这个实力 你知道吗 而且它整个这个出口的 规模呢 占百强企业的40%以上 这就是这个台湾 很多事情吧 你就这么一对比啊 你就这么一比较 你马上就有感觉 你马上就知道是这个 怎么回事了 那有句话说得好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一比货一比 那就知道了 大陆是一个什么状况 台湾是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很多这个 小粉红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爱国群众 就整天讲 特别是如果到过台湾那去 你看台湾都破成什么样子了 台湾你看穷落后 给人感觉好 很多小粉红就这么讲 那他不懂 你看我们中国大陆 对不对 我们高铁 对吧 我们的这个无现金支付啊 我们的这个高楼大厦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什么 所谓新的四大发明 我们共享单车 对不对 等等 你看多么多么多发达 你看台湾 对吧 跟我们能比吗 是不是 哎呀 这些事情都是表面情况 台湾整体 它是很低调的 对吧 你真正拿出具来 你就看吧 对不对 台北 对吧 是上海 整个人均GDP的将近两倍啊 两倍左右 这样的一规模 你还能说啥呀 是不是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整个这个中国的官场 还有一些官员 总是说 哎呀 台湾要回归啊 怎么怎么样的 回归以后啊 你们什么经济更繁荣 对吧 国际社会的这个地位更高 然后什么更安全 哎呀 我就在想 这哪跟哪啊 是不是 台湾现在是走向全球一流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在科技经济人文素质上就走向一流啊 那中国中共在往哪走 在往北韩的方向走啊 对不对 你老是这样 你让人跟人统一 怎么统一啊 对不对 人家台湾啊 恰恰是因为没有你 恰恰是因为远离了你 人家才发展的这么好 对吧 台湾远离了中共 没有中共 那是台湾整个良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还老喊着跟人统一 你说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对不对 然后就这 这给整体给人感觉就好像这个韩 北韩像韩国喊话似的 你们跟我们统一啊 你们就会活得更好 对不对 你们就会更安全 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这个搞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而且就是看到台湾这个整体这个国家的发展 就这些年啊 我一直也做相关的这个视频 其实我是还是挺感慨的 对吧 说实在的 这挺不好意思的 就一开始我不太了解这个台湾 其实我也觉得台湾好像 起码跟韩国比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啊 当时我是那么想 但是后来 我在不断的做视频了解的这个真实情况的过程当中 我就越来越不敢这么想 我就越来越我这种想法感觉到这个脸红 是吧 就是说韩国啊 他整体上这个发展跟韩国跟台湾比较的话 在去年啊 台湾他的人口也就是相当于韩国的一半左右 但是他整个企业的市值呢 在去年已经超过了韩国 而且在去年2.2年台湾的人均GDP呢 也超过了韩国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真实的这个情况 而且韩国的这个企业啊 这些年跟全球的这个企业竞争 韩国企业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你比如说跟日本企业啊 甚至包括跟一些美国企业竞争 韩国都就是说感觉到有一定的优势啊 在某些领域啊 不是说全方位的 但是呢 恰恰就是在跟台湾企业的这个竞争 与较量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 当然前期也有一些这个胜利了 你比如像面板啊 这个就是说手机啊 对吧 Dram等等 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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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可能很多台湾人听了不高兴 因为中间这个胜利的方法 手段可能很多台湾人可能不听了不高兴 但起码当时还是这个胜利了 对吧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台湾企业就发现整个 这个不是韩国企业就发现 这个台湾企业特别特别的有韧性 就不断的在努力 不断的在发展 不断的在竞争 对于到了今天啊 我们看到的情况 这两个大家可能也看到新闻 三星它整体的这个利润呢 下滑的太多了 第二季度可能下滑99%的利润啊 就是这个利润就是很微波很微波 但台湾呢 我们看到台积电还是依然很有这个发展 前几天我也提到了 在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 整个台湾以这个台积电为首的这个芯片产业链呢 还是会非常的这个有希望啊 在未来 所以说吧 整体上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中国吧 在走向这个朝鲜的那个状况 人家台湾在走向全球这一流国家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你老是拉着人家统一 这好像也确实是挺搞笑的一件事 好 整体这一集呢就聊这么多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